哈囉哈囉我是慕尼 沒有錯 今天呢就是我們9月14號的版本更新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告訴大家 這次更新什麼吧 第一個 Plus會員 就在這個商店 然後有這個Plus會員月卡 他的售價是 170元 然後你買下去之後呢你就不用看廣告 但是你拿到的獎勵 跟你自己慢慢去看廣告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月卡 只是讓你省下看廣告的時間 好不好不會拿到更多的東西 然後你的名字 上面就會有一個紫色的這個名牌 然後你的釣魚次數呢會變成弧線 然後障礙物分跑 假設你在同一關 一直失誤過不去的話 那他會讓你有辦法去跳過那關 其他就是減少一些廣告的時間 那基本上這就是Plus會員月卡的功用 好 那我們現在來講第二個更新 廣場的新遊戲 那我們先前往廣場吧 前往廣場之後呢我們往 右後方走 往這邊走 有沒有看到那個紫色在發光的那個 中跑裡面最多一樣只有25個玩家 那你的好友一樣也是可以去飛你的 就是可以跟隨你 好 像慕尼上次破到118關 我這次再進來我就直接在118關 就在左上角 那這裡一樣可以使用道具 都可以 好不好 然後如果你要重置關卡的話 就有個叫從頭開始 這樣 就可以回到第一關 但是要花鑽石 好不好 所以大部分大家都會把 這個關卡破到200關 那 底下這個綠色的呢 就是記憶點 我來示範給大家看喔 假設我現在往前跑 這邊不是有個紅紅的嗎 我踩到它就會變綠色 OK 上面是不是從原本的118 變119 那這就是記憶點 下次我再進來的時候 我就會到這關開始喔 那假設我現在 跑到這邊 啊我不小心掉下去了 我一樣會回到這個 119關的這個記憶點 那 以上呢 就是 障礙物奔跑 關於記憶點的 規則喔 那 25關 會拿到一個寶箱 總共200關嘛 那 25關有一個寶箱 所以200關總共有8個寶箱 那寶箱呢你可以 一次破完破到200關的時候 再去領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要25關就領一次 也可以 然後呢 寶箱裡面會有什麼東西 寶箱裡面會有 新幣 王冠點數 然後 有機率會有鑽石 好不好 那以上呢就是障礙物奔跑 那基本上慕尼 自己有測試過 玩這個障礙物奔跑大概 第一次玩可能半小時上下 200關 再再來可能就20幾分鐘 好不好 那有些人可能4050分鐘都沒關係 因為 慕尼覺得這個障礙物奔跑 遊玩的時間其實有點太長 玩到會覺得很累 那這是慕尼個人的想法啦 好啦那這就是我慕尼介紹的障礙物奔跑 那我們 先離開這邊吧 我們這裡 回到我們的家裡 家裡呢有什麼更新 這裡慕尼就跟大家講 我們的家裡呢 這次新增了 音樂 是收音機你們知道嗎 收音機可以幹嘛勒 可以換音樂 欸有沒有很high 有沒有很high 因為慕尼已經換過音樂啦 那慕尼來教大家 怎麼樣放音樂吧 首先呢 你必須要先 放下這個什麼收音機 好嗎 這個收音機你們要這樣 把它這樣放過來 那這次更新 官方直接已經送了一個 收音機 好不好 所以 大家也可以不用買 用官方送就可以了 那我們走到這收音機旁邊之後 點這個音樂符號 點下去 這裡呢 右上角 叉叉的旁邊對不對 點下去 這裡就可以新增一些音樂 然後大家可以去試聽 你如果有喜歡的音樂對不對 你就按這個加好 就移到左邊了 好不好 那這是我們一開始 最基礎的音樂嘛 對不對 一開始大家派對都是音樂 那如果你不喜歡這個 你也可以放很多音樂過來啊 對不對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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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類似這樣 然後 如果有些音樂 你想要試聽的話 也可以試聽 這邊都可以試聽 那 音樂要買的話要鑽石 有些是40鑽 20鑽 30鑽 那一開始呢 官方會直接給你這個 買Home 跟 Disappear的 這兩手 會給你這兩手 那這手 House of Lero 是 慕妮自己買的 好 那 你把他放到左邊的播放目錄之後 你再按叉叉 好 那這時候再點這個收音機 然後選你想要播的 像我想要放這個 House of Lero 那我們就點他 不是就直接點這個左邊的這個播放鈕 然後你家就是這樣 那基本上呢 這個就是 收音機啦 那 再來 這次貨幣 新增了什麼東西 之前外掛不是很多嗎 大家是不是都在那邊釣魚 賺那個新幣 官方想出一個辦法 那就是讓 贈禮的東西 不要那麼多使用到信幣 那 你會說 這個金磚要怎麼買呢 一樣在我們的商店 左下角黃金商品 18元是70元台幣喔 18個金磚是70元台幣喔 然後這個獲得方法只能用台幣去換 也就是說 之後假設你們想要送禮 送別人東西的話 我現在隨便點一個 這個 假設我們要送他東西 禮物 你要送金磚的東西對不對 你就只能透過 台幣去購買 就不會再像以前 還有辦法用什麼新幣這樣的 好所以現在金磚的獲取方式 只有用新台幣去換 這個算是 官方特別針對 就是外掛 去釣魚 或者是跳無限之塔 做出來的一個 修正 那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歡這個 這個變動 那這不在我們的討論範圍內 好 那我們現在進入到 下一個環節 那就是 新增狀態通知 欸你會說 狀態通知 什麼東西 一樣點我們的手機 在這個 時間的旁邊 你有沒有發現 這邊多有一個鈴鐺 我們點下去 這裡呢 以前大家幫你點贊 你是不是不知道 你人家邀請你好友 你是不是有時候不知道 沒關係 現在你都看得到囉 這邊就像是 手機的通知訊息 一樣 有沒有看這邊有什麼 小童啊 胖綿羊啊 餅乾碎碎點 他們幫我點的讚 那多了這個通知狀態呢 除了 可以告訴你的寵物啊 或是你的盆栽啊 已經好了 都可以透過這個手機 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 功能很棒 我相信這個功能 大家之後會非常的喜歡 好 那這就是我們的 新增狀態通知 那再來呢 我們的家具 也有新增喔 一樣點我們的手機 點我們的家具店 這次呢 家具新增非常多 像是這個 釣魚 你之前不是叫氣墊泳池嗎 現在多了一個叫做 室內釣魚場 那一樣也是公用一樣 然後多了很多這種 蹦蹦床 那慕妮其實有去試玩過 這些蹦蹦床呢 就是會有各種不同角度啊 我覺得算是還不錯啦 這裡大家可以再去慢慢的 認真的看 好不好 那這裡慕妮就 沒有把時間 太多放在這邊喔 然後 收音機如果你不喜歡官方 它 直接贈送給你們的 你們也可以在這邊買 好不好 這邊 有不同的收音機 那聽起來的聲音 好像是一樣的 那就是外觀不一樣而已 好 那基本上家具 就新增蠻多東西的 這邊大家有喜歡的話 嘿來看喔 那再來呢 這裡慕妮要跟大家講 我們的釣魚 之前不是沒有限制時間嗎 從 9月14號的 版本之後 釣魚 一天最多就只能釣 5個小時 那你會說 慕妮 那我要怎麼樣超過5個小時 釣魚呢 那你就必須購買 剛剛我們一開始最先講的 Plus會員 你才有辦法突破 一天釣魚5個小時的限制喔 好 那基本上這是對於 釣魚限制 做的一個更新的通知告訴大家 那再來呢 我們的 VVIP Pass 通行證 這是有新增新的喔 那這個叫做 Tiki 島記 好不好 Tiki島記 長大概是長這樣 他就是會有一個 很像 很像一個 很像泰山嗎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泰山有花 花環這樣 有點像那種 原住民的感覺 是嗎 就是 有那種 很復古的感覺 好啦 這個 VVIP Pass 如果有喜歡的話 可以自己再去做購買喔 那再來呢 我們的風格抽獎 我們一樣點 商店 然後點風格抽獎 這次呢 我們以前的宇宙鴨 目前已經換成小恐龍喔 那這個東西 慕尼有 額外再特別做一集 介紹 那大家可以再去看看 那基本上這個透過廣告 每天都可以抽5次 那算是 取得小恐龍一個還不錯的方式 好 那再來呢 免費的廣告 比包 講完了 再來 復古廚師 一次要20賺的 我們一樣也點開來看 那這基本上 都是一些家具 好不好 然後這個看起來 復古孔香糖 我猜應該是類似像棉花糖那種東西 但這個售價才20塊 我相信這個主要是賣 他的外觀 就是這個廚師外觀 好那如果有喜歡的話 一樣可以去抽 那我們一樣稍微看一下機率 所以 感覺他主要的最難抽的應該就是 廚師的 服裝了 好 那 風格抽獎 慕尼說完了 再來呢 禮包商品 這次 也有新增新的喔 那就是 小恐龍禮包 一份 230元台幣 那有限時 慕尼這部影片出來之後 他已經剩下一天 17小時 那就是剛剛跟 風格抽獎 那個 免費廣告很像的 恐龍嗎 只是這是黃色的 然後免費廣告的是綠色的 那這裡 大家也可以斟酌的做購買 那再來呢 50S 復古風格 美式餐車禮包 也出來囉 那 這個車子 大家想說他可不可以開 沒有他就只是一個桌子而已 好不好 然後 這裡就會有一些比較復古的那種 美式的那種 復古的 家具啦 那這裡賣的價格是 490 然後總共有5樣是 只在這裡售出的 那如果有人有興趣的話 一樣可以做購買 那 這次的 版本更新 慕妮大致上已經告訴了大家 那如果你喜歡 慕妮這樣的 版本更新介紹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慕妮 然後按讚慕妮 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 更多的慕妮喔 那 我是慕妮 我們下次見 大家 掰掰 我們下次見